我就先把它丢出来 就是在这个川普 目前他的这个 其实支持度也还不错 那他也有可能入主白宫 不过这次他则34项的 未造商业登记的 就是全部成立 全部成立 听说他在现场 听判的时候全身僵住 当然他说 他这是政治迫害 是耻辱等等 现在大家讨论的 最大的一个三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他会不会入肩服刑 那第二个呢 他还他可不可能 这个他还能不能够竞选 第三个就是他选赢的话 他可不可以特赦自己 这是目前美国讨论 这个最热烈的三个问题 那川普的部分 你怎么预估 川普这个案子 事实上他还没有 他的那个 就是说刑期还没有公布 因为你现在有罪 对不对 这个陪审团大家都说有罪 那最后他要定刑期 那刑期大概7月初 他会公布 那川普还可以上诉 还可以上诉 这可以拖 那就变成可能会形成一个很怪的现象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相关司法机构就是说 他的这个参选资格不会被剥夺 另外他这个时候 也参选资格 他就万一他选上的时候 这个案子最后定验以后又判他有罪 对不对 那这个案子 那就变成很有趣的就是说 美国的总统 对不对 在他涉及的一个案子里面 他已经当上总统 可是这个案子最后定验以后他是有罪的 所以是个有刑事犯罪的一个总统 对那可能这个就需要美国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法律专家就说 那哈欣平继续执行职 那就等继续执行职权 等他总统卸任以后再去关 对那这个这个问题就变成就说 这只是川普现涉及的四大刑案中间的一个 他还有三个刑案 这是什么 这叫封口费 他因为他当时跑去跟个AV旅游鬼混 对不对 结果后来他怕东窗事发去找他律师去封口 然后他这个东西后来变成他这个挪用的这个钱 是跟他的竞选有关的 所以就被人家拿出来 那川普从头开始就说 这个案子起诉的那个人 原来是Hillary 他的一个 他的这个这个办公室的一个人 他出来结果呢 辞职以后出来去做纽约沟检察官 就专门追这个案子 他认为这就是一个政治迫害 那另外还有三个案子来 一个案子你随便讲 我随便讲一个 你说会不会比这个更重 美国司法府已经正式起诉川普 说什么 那一年选举完的11月6号 川普煽动报名 去包围美国的这个国会 造成他是始作俑者 他是一种怎么样 这是一种煽动暴行 这是这个摧毁美国宪政制度 这个罪现在已经也在开始要审 对那这个就变成 这个是我们如果学法律的人 大家一定很有兴趣 就是说这些案子 通通还没有结案 没有结案 这个也就是川普会带着四大刑案 一起跟他选举 如果他选胜了 一起进入美国白宫 然后他要跟着四大刑案继续周旋 那川普非常火 川普他已经多次讲说 他说没有一个国家 会对他们的卸任总统 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 他说呢 这个全部都是 现在的拜登总统 一个人一手策划 政治迫害 他们是在做秤次策划 他们已经把美国的司法 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 他说从来没有人会想到 美国的今天的政治会走到 这一种地步 他说这一种事情 只有在香蕉共和国才会发生的 香蕉共和国就什么 就中美洲那些 只出产香蕉卖香蕉的 可是他内部就天天政变 天天就家族互斗 所以美国人就笑他们说 你们这些就是香蕉共和国 现在美国的 堂堂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他形容美国是香蕉共和国 那以后 那我们今天还有人 把美国的制度当作什么 金科玉律当作典范吗 对不对 我们自己要看清楚 就是说这个政治体制会存在 可是呢 同样一个体制存在 最后会改变这个整个国家命运 改变历史走向是人 对 所以今天台湾一样 我们今天换了一个人 过去两岸还能够和平相处 可是换了一个赖清德以后 现在是兵凶战危 然后很多人要失业 然后呢 今天的股票市场的大跌 只是一个开端 我们国内现在因为民进党 这个台独政权 他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 所谓的讯息的流通跟解释权 对不对 今天再看我们中天的 基本上不是这边的大多数 你今天去看今天晚上所有的绿色媒体 都在说没有问题 小事 这个东西是大陆靠我们 那这个东西一下来的问题就非常的大 可是美国今天这个案子 说实话 就是说你会发觉 美国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可是呢 今天美国就被两个人搞到国家半垮 对 介大使讲得太好 就是台湾一向承袭这个认为美国 美式的民主 对不对 美式的民主 这个投票民主 来看看美国现在的情况 来想想我们台湾此刻的处境 换了一个领导人真的差很多 好108课刚刚有非常多的面向 一个是去中化的一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教改 表面上是说要让孩子减负 但事实上不是 尤其是你看到现在的高三学生 以前告诉你考试一个范围嘛 大家国文念两本 现在没有范围的话 你国文要念几本 念20本都不够 所以这个每个孩子 真的是太累了 那立法院的这个教委会 在5月30号有一场公听会 就是要检讨108课刚 好啊 真的要检讨吗 嘉义大学这位教授就来了 他说108课刚 108课刚就是去中国化 历史虚无主义 要达成政治目的 台独克刚 然后欧贵哲老师又来咯 北语女这位欧贵哲老师 他从孩子的角度说 108课刚不是为了渔民 没有理由不能停止 之前他还特别批码 钓鱼台这么重要的内容 108课刚竟然不教 是不是 你刚刚看到辫子妹问孩子 什么是钓鱼台 完全不教 有学生还认为钓鱼台就是日本的 确实如此 还有央视有一个在今天登上了大陆 很多这个露媒的热搜 台湾高考就是大学联考 大学考试之后呢 有街坊 问小朋友们 考高中 考中国史的部分多吗 然后有一个考生说 中国史是什么 中国史是什么 所以当然第一个就是民进党 其实大家怎么想 你懂吗 从这个小朋友的教育就开始扎根 也确实证实在执政这几年来 非常非常的成功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年 德国专利招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磅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irisol 女神专用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